不要哭 早点睡吧 不要哭 你是不是又说日本话了 你怎么记不住呢 不让你说日本话 这孩子将来长大了要随你 说日本话 在中国怎么待呀 再说了 这是我闺女啊 凭什么说你们日本话呀 来 妈妈抱啊 妈妈抱抱 我这捆好好的 你怎么又给解开了 不舒服 哪不舒服啊 我们都是这么捆大的 你看我们中国人 哪个不比你个儿高啊 从今往后 我要是给孩子捆好了 不许你解开 好 我说话你怎么就记不住呢 这可都是为你好啊 你看这院子里人多眼杂 你走路的时候住点意啊 别一溜小跑的 一看就不是我们中国人 我们中国人呀 走路都迈大步 记住了啊 对了 还有 你呀别看见人就鞠躬 我们中国人实在 不像你们点头哈腰的 是不是 好不 飞一个 宝宝 飞一下 宝宝 来了 来帮帮大姐 是金大姐吧 快快快 请进 我看你孩子没有摇车 我孩子大了用不上了 我就给你送过来了 给我了 谢谢金大姐 你可真是热心肠的人 我还真缺个腰车呢 大姐 来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个就是我妹妹 二环 你这妹子长得真俊呢 二环 她就是咱们院的邻居 金大姐 人可好了 大姐 我妹妹啊 她是哑巴 不会说话 哑巴呀 嗯 太可惜了 那咱们说话 她能听见吗 能啊 咱们说话她能听懂 就是她自己说不出声来 小的时候啊 她发高烧 就把嗓子给烧坏呢 太可惜了 大姐 你快坐 你快坐 不用坐 我帮你把摇车挂上 哎 这摇车 哎呀 把这个一扑啊 我孩子往里面躺 肯定舒服 嗯 行了吗 二环啊 二环 你把孩子抱过来 放摇车里 啊 来 把孩子抱过来 放在摇车里 可舒服了 你给我 你把孩子给我没事的 快快快 别孩子再醒了 哎呦 睡了 哎呦 看我闺女睡了 哎呦 我闺女还没睡过摇车呢 哎呦 你看 哎呦 正正好好的 你看 来 给我闺女悠起来 看看 哎 悠起来喽 哎 你干什么呀 你 让她悠起来 这真没事的 这个东西啊 能斤足四五十斤呢 这孩子才十来斤人 你起来 你去 你去给金大姐倒杯水喝 哎呀 没事的 她甘心孩子 你别说 这孩子啊 还真喜欢坐摇车 你看把她买的 睡得这个香啊 大姐 你家孩子多大了 我孩子可大了 一个在天津爷爷家上学 一个在县城上学 一个在县城上学 那么大了 啊 我结婚早啊 早早就叫我们家那口子啊 给祸害了 噗了噗了 给她生两孩子 你是母鸡下蛋的 还噗了噗了的 她听懂了 听得懂 来大姐 喝碗水 谢谢谢谢 多喝 二环 你说我们中国这摇车好吗 好 那当然 那是我们中国的 你说是我们中国好 还是你们日本好啊 都好 我才不信呢 要是你们那好的话 那你们日本人 为什么到我们中国来呀 不在自己国家待着呀 还是你们不好 羡慕我们国家 妈妈说的 他们 都不想离开家乡的 和二和一样 二孩怎么了 她心情不好 想家的 想妈妈的 那不是为了生儿子吗 有什么办法呀 她是男的 我们就不用离开家了 我也想妈妈 我告诉你啊 那是我婆婆 妈妈对我好 那我呢 我对你不好啊 也好 你怎么丧良心呢 我对你不好 我能把你留在我们家养你啊 我把我男人都给你了 你还说我对你不好 我告诉你 从今往后 你要再说我对你不好 我就把你从我们家撵出去 孩子呢 我大人留下了 不可以 孩子在 我不走 不可以 你那么酱呢你 跟你开玩笑你没听出来呀 你笨 我呀 我才舍不得把你撵走呢 你要是走了的话 谁给我们张家生儿子呀 谁给我们张家生儿子呀